在讲究专业性的武器贸易领域,厂家会为消费者提供一定的技术指导和培训服务,如今已经是确立的是规则,但德国人是不是在支援乌克兰坦克的时候,连带坦克车组成员一并也支援了,这就是个有意思的事了。 有分析认为,俄乌冲突爆发以来,大批北约军事人员以各种伪装潜入乌克兰境内,在乌军中扮演从军事教官到战场督战的各种角色,但是这些秘密参战行为在冲突初期还有所遮掩。 直至去年9月,随着俄乌冲突战场局势发生逆转,俄军在哈尔科夫和赫尔松一线因兵力不足被迫撤退,以波兰为主的北约军事人员,通过伪装成雇佣军积极加入战事,随后成建制的北约军事人员,甚至直接出现在战场一线,北约实际上已经全面参与俄乌冲突,除去在战场上与俄军直接搏杀的波兰军队, 为了弥补自身技术人员不足,大量北约技术兵种也乔装打扮加入乌军行列,例如乌军的战情指挥中心,情报分析中心和后勤维护中心等,除此之外,以海马斯火箭炮,爱国者防空导弹为主的高技术装备,也有大量北约军事人员为乌军提供服务,总体上来说,北约加入战事,一方面将乌克兰绑架到与俄罗斯对抗的战车上, 企图将冲突长期化,非要乌克兰打到亡国灭种为止。 另一方面,北约人员逐渐加入俄乌冲突,让俄罗斯不得不小心翼翼,规避与西方直接发生正面冲突。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,近日扎波罗热方向的一支俄军侦察小组,在击毁一辆德志报式坦克后,上前抓俘虏时发现车组人员大不阵亡,只有驾驶员受重伤仍然存活。 看到俄军后用德语高喊不要开枪,随后这位呼号为传奇的俄军指挥官表示,他的德语水平不错,听懂这名驾驶员说了好几次,自己不是雇佣兵,是德国联邦国防军士兵,以阵亡的车组与他都是同一支部队的。 之后俄军侦察兵们对这个德国士兵进行医疗救护,期间他说出了自己的部队番号和所在位置,还说很后悔同意来这里,不过几分钟后,这个德国人就因为伤重而死去了。 传奇指挥官表示,自己当时有点吃惊,但后来感到高兴,因为报纸坦克里,不管是乌军还是德国士兵,结果都一样,德国坦克会被烧毁,美国坦克也会被烧毁。 截至目前,还没有德国媒体或官方对这一消息作出回应,而且从这个消息本身来看,疑点太多,很像一则掺有真相的可以宣传,比如可能确实有俄军侦察兵,在无人机或炮兵的协助下,用反坦克导弹或火箭筒击毁了报纸坦克,但可能并没有上前搜查生还者,因为这是危险的行为,乌军无人机可能就在附近盘旋, 发现有俄军靠近被击毁的坦克,可能直接火力覆盖,也有可能俄军侦察并搜查了坦克残骸,但没有生还者或生还者是乌克兰人,出于宣传需要把主角换成了德国联邦国防军士兵, 因为传奇指挥官在接受采访时,还向外籍军人发出警告,意思是在与俄军作战前用脑子想想,宣传的味道着实太浓了,而且时间、地点、人物这三个要素,每一个是可以验证真实性的,目前为止俄罗斯媒体没有公布这辆坦克的残骸,也没有公布阵亡德国士兵个人物品或证件, 这类说服力比较强的证据,显得非常蹊跷,简单来说就是什么都没有,全凭一张嘴,所以真实性极其值得怀疑,但逆向思考一下,万一这件事是真的,俄罗斯媒体正做的动机就意味深长了,首先这一年半以来,北约向乌克兰支援武器早已公开化,北约军事人员参战也是尽人皆知,俄罗斯官方在一开始的例行抗议后也就不吭声了, 因为谁都知道,要北约放弃支援乌克兰,不是动动嘴皮子就可以,必须把北约打疼了,才有可能实现动动嘴皮子就压住北约,其次北约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,美英坑德国也不是一次两次了,比如这坦克就是,当初德国犹豫要不要直接向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,美英一起忽悠,说只要德国先给,美国的爱布拉姆斯和英国的挑战者随后就跟上, 结果也看到了,德国坦克都在乌克兰,被俄军无人机开罐头几十辆了,英国坦克才刚有战损,而美国坦克直到现在连影子都没有,乌克兰与波兰都保持了一年多的面核心不合,美英与德国连面核都做不到, 所以在俄罗斯看来,这是分化北约的好机会,英国是铁杆反了,没必要争取,把德国打疼了,让柏林多想想到底怎么做符合自己的利益,就算不能借此离间北约,也是个让北约互相猜忌的开始, 所以这个消息无论是真是假,对德国人的震慑可想而知,特别是传奇指挥官还透露,称这个德国联邦国防军士兵说,很爱自己的孩子和妻子,几分钟后就死了, 聊聊几句话就营造出极强的画面感,重伤的士兵呢喃着妻儿死在异国的土地上,对德国人来说,无疑让他们联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剧, 版战的呼声绝对会进一步高涨,也必然加剧德国人对北约的厌恶,和对乌克兰人的不满, 这般诛心的效果下,实际上无论真假,效果都已经达到了,即使德国政府站出来澄清, 也只会越描越黑,所以这一次宣传战,俄罗斯人的布局,避议和措辞,都成功的碾压了北约, 之前在联合国大会上,有记者问拉夫罗夫尊重乌克兰领土完整吗? 对此问题,拉夫罗夫的发言已经解释得非常到位, 他说俄罗斯坚持并坚持联合国宪章的所有条款,都应得到尊重和适用,不是有选择地, 而是整体和相互关联,包括各国主权平等的原则,不干涉别国内政,尊重领土完整和人民自决权, 美国及其盟国的行动表明,系统性的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平衡要求, 拉夫罗夫的意思非常明确,如果乌克兰完全遵守独立宣言承诺, 俄罗斯可以尊重乌克兰领土完整,但欧美也要遵守联合国宪章,不能双标,要尊重俄语州的人民自决权, 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,拉夫罗夫一正自然,首先揭露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出尔方案, 其中2004年和2014年两次政变,就是美国干预乌克兰内政问题的铁证, 拉夫罗夫的逻辑非常清楚,他强调美国支持的乌克兰政变者立即宣布, 他们的首要任务是限制乌克兰俄语公民的权利, 这种政治歧视导致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地区居民,拒绝接受违宪夺权的结果, 随后这些俄语人群被乌克兰政变者宣布为恐怖分子,并对他们发起了惩罚行动, 随后克里米亚和顿巴斯,完全遵循联合国宪章第一条第二款, 所在的人民平等权利和自决原则举行了全民投票, 不管美国和欧洲是否认可, 克里米亚和顿巴斯的行动,与西方一直鼓吹的科索沃模式完全相似, 在讨论了上述地区的问题之后, 拉夫罗夫再次提起明斯克写议, 事实上包括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在内, 欧洲多名政客都承认, 西方利用明斯克协议欺骗了俄罗斯, 这种行为在国际政治中无疑是可耻的欺骗, 对于这种欺骗行为, 若国会忍其吞声, 强国会断然反击, 一切都合乎逻辑, 顺理成章, 除了关于俄国与西方争议问题之外, 拉夫罗夫还质疑了美国和欧洲的普遍性问题, 按照我一直以来的判断, 俄罗斯不可能将已经公投加入的领土归还给乌克兰, 美国北约试图拖垮俄罗斯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, 美国北约要么亲自下场和俄罗斯来一场生死对决, 要么只能看着俄罗斯慢慢赢得胜利, 一旦美国撑不下去, 北约那一堆小国家也没什么持久能力, 最终乌克兰只能放弃部分领土或者彻底亡国, 感谢观看